我就看了乐剧《新荣门客栈》 这乐剧特别的感兴趣 现在要入场了 入场了 真的有点驾到 其实一开始我一直以为 乐剧是广东那边的 然后又来查试 被你带偏了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看到你是内游摆一剧 内游摆一剧 大家好 我是罗鱼 罗鱼是我 我是台湾青年 我来说 现在我人在苏州火车站 然后前段时间 我就看了乐剧《新荣门客栈》 我觉得里面那个陈立军 女扮男中超级帅 所以我开始对乐剧 特别的感兴趣 现在呢 我准备坐高铁 去上海找另一个台湾小姐姐 一起看乐剧 请兴趣的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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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 对乐剧 对乐剧 封销 他也是 对乐剧 但他准备 很迷惑 很迷惑 不然 找他來做一個專業的講解 哈囉 大家好 我叫瑪珊 我來自台灣 欸 你的口音怎麼沒有台灣腔啊 我祖籍甘肅 所以說我們家裡就是從小 家裡長輩啊 講話就 就比較 比較不才 好啦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是不是 往劇院出發 OK OK GO 耶 我們到了 寶麗大劇院 現在已經拿到票了 七點場 馬上開始了 我們要進去囉 等一下是不可以錄像的 現在我們已經進來裡面了 舞台在前面下面 這個人居然知道戴這個 專業 其實我主要看戲中 我已經是可以看到那個演員的 那個妝容啊 表情啊 什麼叫的細節 大家記得 下次要記得 他望遠鏡 哈哈 我們今天看了一下他們今天這個 給我們這個演出的劇情簡介 我們今天這個戲 它主要就是呈現 彭龍夢的幾個經典的這個劇情 一開始這個黛玉呢 到了這個賈家 然後呢 她從她這個心裡的這個 郁悶 她的孤獨來認識了寶二爺之後呢 他們兩個欣欣相應 然後產生了情愫 最後他們兩個沒有辦法成功 寶玉最後取了這個寶釵 然後最後呢 黛玉粉稿 憾恨而終 然後這個寶玉得知真相之後呢 他就悲憤的奔往這個黛玉的墳前 出刀 最後憤然出走 我們現在還有大概一分鐘之後就要開始了 好期待好期待 我們實在對此她的表演 好期待 三小時後 沒想到竟然這樣子就三個小時過去了 對啊 真的有點 我還怕說自己看到一半睡著 可是其實我覺得每一半都很精彩 真的 而且你是不是感動過 對啊 對啊 就是那個黛玉粉稿那一段 真的是戲劇張力非常強 然後當下這個是被打動到 最後面那一段就是她發現她取的 不是她心愛的女兒那一段 感覺我的心戳中了 但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就讓人家真的意猶未盡 這一次來上海看樂劇之前 其實我才去查了很多相關的資料 因為也是從新龍門課誕開始 我才認識了樂劇 那我後來才發現 她原來是我們中國的五大戲曲之一 那她也是發源於江浙一帶 其實我對《紅龍夢》是沒有到很深入的了解 就是我只知道她一個大綱 然後我也是今天來看到樂劇之後才知道 欸她原來裡面還有發生這麼多 就是很貼近生活的小故事 那這個樂劇真的是我覺得說 欸原來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是這麼的有魅力 而且她是結合現代的一些 比如說我看到的大提琴 對 她直接現場表演 對 她可能是用幫助或者是用琵琶 但是這一次我看到的大提琴 她跟西方去做結合之後 她其實是可以推向國際化 對 讓更多不僅是我們中國人 包括外國人也會更接受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構思 我也真的有點shock到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經典對上經典的一個 重新的認識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就是他們的身段 會讓你很清楚的感受到 整個人物的一個喜怒哀樂 就是她的情緒 你是非常可以直接感同身受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厲害 我覺得非常感動欸 我真的非常感動 我看到了 你就是流百一點 對 流百一點 我們看見她說 在戲曲舞台上 我們常常說我們叫有聲皆歌 無動步 在這樣的一個藝術的這個呈現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紅樓夢裡面 隨著劇情的衍生 甲斧的興衰 搭配的這種在舞台上的這種四季的變化 我甚至願意稱之為沉浸式的 這麼一種體驗方式 像你看完樂劇之後 因為你對昆曲也比較有了解 你覺得說這兩個之間 它有什麼相似處或不同之處嗎 那最主要的差別 就在他們的這個音樂的基礎之上 在中國的戲曲音樂裡面 樂劇這種 這種音樂叫做板腔體 昆曲叫做曲牌體 所以說他們這兩種音樂的構成的方式 或者是說 它留給演員表演的空間 的這個尺度是不一樣的 那昆曲跟樂劇相同的地方就是 他們同樣都是用了中國傳統的 這種戲曲的表演的程式 我們現在在劇洋中 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華麗的舞台 那麼在傳統的戲曲的舞台 其實是更簡單的 可能就是一桌二桌 主要是看演員 他們如何通過他們的首演身把布 來展現一個就是更 更生動的表演 對更生動的 先說那你在台灣有沒有去了解過 就是台灣有沒有樂劇啊 有其實台灣的樂劇表演的 觀眾規模相對小 因為首先台灣的這些戲曲學院啊 這些訓練機構裡面 並沒有樂劇專門的這些學系 我們有京劇學系 有歌仔戲系 有的柯甲戲系 但是樂劇是並沒有的 但其實即使如此 這個樂劇本身在台灣的這些受眾 還是很有規模的 就是很多民間的這些愛好者 他們也會自發組成這個團體 他們也有在編排這些樂劇的劇目 然後也有在演出 那另外也有台灣的這些喜歡樂劇的愛好者 就是在我認識的那一位 他是專程到大陸來招老師 拜師學醫 然後呢 他不光是到大陸來學習 而且他是在這個大陸中 他也參加了這個演出 參加了樂劇的比賽 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更正實的一點 就是說樂劇他 不論他在一個社會上 他是如何去流傳的 他有多少人接受 但是他的這種本身的藝術價值 他的美學的這個價值 是不分兩岸的 這也是樂劇非常適合作為兩岸交流的 這麼一個中華文化最美的 共同語言的 我想像重要的原因 那明天的那個 孔雀東南非我們要繼續看 繼續好不好 必須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